台美關係更是所有臺灣人最關注的問題 在美國總統川普過去四年的任內 衛生部長阿札爾罕 國務院次卿科拉克先後訪臺 並和總統蔡英文來會面 如今美國總統大選開票陷入膠著 專家就表示如果拜登獲選 他曾經承諾要深化臺美的關係 要是川普連任 可以從第一任的作為 窺見未來四年對臺的政策 會不會持續強硬的抗中挺臺 只要看中國的後續作為 並非是臺美可以片面決定的 美國總統大選結果牽動著 未來四年的臺美關係 如果這個川普連任成功的話 我們可以從第一任看到第二任 可能未來的發展的軌跡 投書我們的媒體 中文的媒體 這個表示他如果當選 會深化美台的關係 既是拜登勝選 他在選舉之前就做了這個承諾 川普在任內曾派衛生部長阿扎爾 及國務院次卿克拉克先後來臺 和總統蔡英文會面 川普最近更是頻頻通過 對臺軍售案 外界關心要是順利連任 川普抗中挺臺的力道 會不會持續下去 而工商協進會理事長林伯峰認為 不論是誰入主白宮 我方應該以臺灣利益優先 更說臺灣應該親美但不要仇衷 我們本來就沒有什麼仇衷 我想臺灣要用臺灣國家的整體利益 這個就是一直是我們的想法 跟我們的做法 我們需要盟友 我們需要深化臺美關係 我想這個是大家沒有意義的 經濟部也強調 不論是誰出現 深化臺美合作的方向 不會改變 臺美之間洽遷BTA 召開TIFA和高階經濟對話 我方都會持續和美方洽商 華志新聞 金剛 陳志學 宗立廷 張書明 台北報導